已经连续做了三十天核酸了 最起码你不花啥钱 你知道国外做核酸一次多少钱 一百五十美金 一次 你知道国外核酸怎么做吗 这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经历 上乘飞机是因为 所有东西就是 你正常你买那个机票 你是需要有一个48小时 两次国内指定的 在国外的认证机构 两家不同的公司 他怕你作假吗 48小时之内做两次 你两次要间隔24小时 你拿着这个报告 就是negative的阴性的报告 大使馆大使馆才会给你一个绿码 拿到这绿码就代表你能回国 回国那天我俩都拿到绿码 都没问题 到机场登机的时候 人跟我说sorry 你上不了飞机 为什么 说你的检测报告当中 有一项有一个特小的字 说这一项的指数不达标 我说如果不达标 为什么给我绿码呢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回去那个验核酸 那个机构就问他 第一天验得出的问题 第二天那个证 就完全没问题 你知道吗 那我就说如果这个有问题 第二天那个有问题 那个机构啊 我不说别的 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有一个老娘们坐在那 低头正看什么东西 我正问那事 老娘们就过来了 你这不可能呢 我们这没有这种问题 什么讲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老板 他开的 然后我说那你看这问题 这个不可能 你等一下我去实验室问一下 你妈总共一三十平米的房子 不到你他妈还建个实验室 这采集的时候 我一个劲跟他说 我说你这采的是不是太浅了 就在你嘴唇上扒划一下 我说好痒痒 对 一般来说你在国内做核酸 你跟人说是 太深了顶不住 你国内做核酸 你跟他深一点 你这干嘛呢 你知道吗 相反的 这个后台所谓的实验室 也不是上个WC 还是什么东西 出来以后紧接着拿着报告 你这个 那个叫什么 什么打印 什么东西出问题 给你改一下 没问题了 我当时我都已经飞不了了 机票都取消了 按照国内的政策 是你出现这个问题 只要你上不了飞机 有一项指标有问题 过15天以后 你才能重新申请 才能买机票 我们为了这个不放心 当时拿到了 就修改完了 没问题了 这报告 我们又专门花钱 去了一家更权威的机构 又重新做了个检测 检测完以后又没事 我们有好几个超路员 超路员不一样 超路员出问题 这都不算什么 最牛逼的是 你知道你花150美金 他是用什么检验的吗 他用超市里 卖5块钱美金的 那个是纸盒 收你150美金 这里边多大利润 好多人都写 他家有毛鸟 我们当天 有30个人没上乘飞机 全是这家机构检测的 然后最牛逼是 没上乘飞机 只要一投诉或什么 直接给你改了 改了 就是他那实验室 我说真的就是扯淡 因为后来 我找专门的人问了一下 人说就直接是纸盒测的 5块钱测的也一样 但是5块钱 那不知认证的 所以不做数 我问我在美国的朋友 懂这个行业的 跟他们去说的 你早说 给你买一张 我还能买吗 说什么 美国根本就不管了 为什么 因为我给你检测完了 你只是为了买机票 你回去后得从查 我们好多检测完以后 一点问题没有的 回检测 告诉说有问题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 出现这个猫腻吗 就看在代表上 我是没有问题 他给你小猫腻 上面写个小字 他把这个机票 飞机的机票 然后够加卖给别人 有可能 就是好多人的 他如果一个人上不了 这个飞机 他可以把这个机票 加价卖给别人 因为秒慢 在国外感受完 国外的这个检测 咱不说别的 我只说美国 我们你想检验了多少次 48小时检验两次 然后紧接着这个报告改完 说没问题了 不放心 又带番姐去另外一个机构 权威的又花钱检测 做加级 检测完没问题 等15天 我们能飞日本跟 新加坡也需要检测的 我们又重新去 换了一家机构 我们所有人又重新去检测 一次150美金 加级500美金吧 加级是300还是500 忘了 问题是加级跟不加级 它都是个市值核 只是说我给不给你 官方这个认证 问题是现在已经做到 我问了一下 看似特别公平的这个机制 每一家指定的航空公司 你在确定买这个票的时候 你必须是 有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 为什么 每一个航空公司 它固定指定的有六家检测机构 你可以从里面选两家 但是特别公平吧 六悬 我一开始进那个地方 没戴口罩 检测那个阿姨就跟我说 说你把口罩戴上吧 说我们这儿 好多都是感染 就这个冠状的来 我当时说什么 总共30平米不到的地儿 还对 说经常这里边 这么多12个人 可能有一个阳性 说你把口罩戴上去 但不强制 因为好多人不戴口罩 我就觉得 那你来这儿检测 而且全是中国人 是吧 1000块钱一位 那你们在国内 你刚刚说你每天检测 在这30天 我怎么样 你是不是最起码不花钱 你知道澳门检测 一个核酸多少钱吗 有免费的 台队两公里 而且到那个地方 就是人根本不用问 Where I come from 所有人都知道 到那儿检测的 一定是中国人 不回国 他不会花150块钱 美金就干这事了 里边跟你讲这个利益 谁获利 谁什么东西 你去想吧 所以网上有一个声音在说 核酸检测的机构 如果是一直能够获利的 疫情就不会结束 我个人认为 你得有道理 你控制不了 你管不住 我检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阳性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东西 就相当于 我掌握了这个病毒 就是利益的问题 你不好管控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